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平时说外离假日做料理的张鑫 今天礼拜三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沟通的小故事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古时候的人 但是这个古人你一定认识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诸葛亮的沟通技巧 诸葛亮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诸葛亮自孔明 他是哪里人呢 他是山东狼野正人 那个时候是徐州郡狼野正 现在是山东省林夷 为什么会提到这呢 因为我老婆也是山东人 否则不是今天故事的主轴 我们先再次打住 我们来看一看 一个人能够当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下 能够当到宰相 他向上沟通的能力一定是非常强悍的 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跟上面的人沟通的 其实他上面的人有几个 也就两个 刚刚不是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怎么会有两个呢 因为他有两个组织嘛 第一个叫刘备 第二个叫刘禅 他跟刘备沟通的方式叫做说之以礼 他以龙中队位出茅庐 年轻小伙子就以龙中队三分天下 说服了刘备 聘他成为军师 当然他也辅佐刘备 成为那个 我们所谓三国时候的霸主之一 流产了从小不成气 但是通常不成气候的人 嫉妒心特别强 当他对诸葛亮有那么一点点嫉妒 或者是猜疑之心的时候 诸葛亮的用的方法叫做动之隐情 你看他写的初始表 最后写的是 灵表替气 不知所以 看他这么老了 老泪纵横 我称他为上福 他连我爸爸都这么佩服 还可以让他服安痛哭吗 算了算了我还是相信他好了 所以他最后能够得以善终 当然他的善终和其他善终不一样 他是死于武藏缘 可是他跟两个长官之间的关系 都是非常好的 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我们来想想另外一个场景 诸葛亮是怎么带兵打仗的呢 我们来形容一下这个场景 看看跟大家想象中一不一样 好 现在摆开阵势 官将军听令 官将军立刻走到前面来 末将在 请你带五百个刀斧手 到西边的三角下做埋伏 当你看到明天晚上 炮声一响 立即率领五百个刀斧手 杀将出来 莫问对错 杀出来就对了 官将军说 末将听令 遵旨 诸葛亮这时候会再说一句 切勿 遗物军机 为令则 咱 去吧 张将军 张飞将军 听令 末将在 命令带一百纪兵 到西边的树林后面埋伏 请在马的后方 马的尾巴上 挂上树枝 来回拖动地面 以为宜兵之勇 制造灰尘 让别人觉得那边有很多伏兵 张飞怎么说呢 末将听令 稍等 且慢 当你听到东边 炮声音响 莫问是非黑白 帅领一百纪兵 杀将过来 一物金机 斩 张飞车舍说 没有问题 末将遵命 帅你一百纪兵就去了 另外一个有脑后有反骨的 叫做魏严 嘿 魏将军听令 末将在 命令到西边的桥下 做埋伏 仅给你带五百个刀扶手 明天晚上 只时 会有敌军一重要将领 拜逃致死 把他绑了回来就是 这个魏严导后有反骨 他就问 军事 万一 敌将没有从这边过来 怎么办 不须过问 如果没有过来 责任军师负责 与你无关 魏严这时候就说 没问题 末将听令 就领着兵走了 重点不在于 最后成了没有 我想请大家想一下 这个沟通的过程 是否有一点点 似曾相似 这种就是 父权式的沟通 也就是所谓 权威式的沟通 通常会出现在 强对弱 大对小 长对右 长官对部署 家长对小孩 老师对学生 可是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一起来想想 可以吗 如果今天 三个地方都被 丞相 诸葛孔明 算对了 打了个大胜仗 回来 大家会怎么说 哎呀 丞相真爱 神机妙算啊 刘备就说了 今天打了大胜仗 咱们论功行赏 谁居此战 首功 所有将领都会说 当然 丞相 应居首功 如果 这一仗 打输了呢 大家当然 不敢 回来 来骂孔明 咯 他们会怎么说 哎呀 丞相一生神机妙算 居然也有 失算的时候 哇 哈哈哈哈 为什么会有笑声呢 平常跟孔明不好的人 这个时候就嘲笑他了 平常跟孔明好的人 这个时候 心中会 如释重负 为什么 错都是谁的错 都丞相的错 我听令了没 我听令了 做了没 做了 有没有一物军机 没有 在一场大战之后 胜了 也没有功 没有成就 输了 也没有责任 不需负责 大家可以想想看 如果这个强人 这个料是如神的诸葛孔明 消失在世界之后 蜀汉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国家 这就是最后 属中无大将 料化做先锋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成疑 是吗 大家再回想一下 如果你希望你带领的部署 会有将才 而不是只是庸才 你希望你的小孩将来能够独当一遍 而不是整天唯唯诺诺 听命行事 或许 权威式的沟通方法 它不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你说是吗 好嘞 张心漫谈 今天跟大家分享 孔明沟通的小故事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分享到这个地方 咱们明天见 拜拜